Night takes down Genji The NA 3rd seed stopped the defending world champion 最后一手,Africa这边应该是还是要搬掉孟严 搬掉孟严 搬掉孟严 这是什么意思 队友看不下去了 真的吗 就是前两半 不是确实牛头玩得有点过分 Fay9这个队啊 现在已经打出自信了 C9这个队容中期打团怎么输啊 好扎实啊 描索了船长 主了一手船长 这样的话 Africa其实这盘要把船长养肥 因为左边其实都是进场英雄 而且都是手短 船长肥的话 他在团战里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应该是要过来反野的 这波的话 没有队友能过来支援一个统统丢过来 但是他没放到抢到这个buff 但是自己没技能了呀 对 自己其实是比较危险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边应该是很难跑了 有点跑不掉了感觉 很难跑了 选择跟打野对换一下 换不掉啊 但是人头可能要被孟严移到A到 顿挡掉了一下 顿挡掉了很漂亮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预判孟严是在那草子最边边去打 对 他的意识其实是想撞人的 如果统和那个都打到孟严的话 这波孟严是又要丢buff又要死的 但是NLC刚好往右边靠 他的撞和Q都没有命中 勾到了 但是这波并不敢打 而且反正要被嘲讽 自己很危险 比较稳定啊 NLC这边也是有五级 看谁先动手了 如果看到了这波NLC反盾蹲到了 哇 这里 哎 斯蒂根跑了 斯蒂根怎么给卖了 下路两个人跟打野感觉 这波可看也是觉得船长有大招 这波这边打起来不赚 而且这边有6了 这样NLC过来了 这波其实对FK来讲 再打下去就危险了 对这波的话 直接开 能不能换一个 这边换了一个 但是第二个能不能跑掉 拉开距离 九筒顶在前面 是卢仙到达6级 圣江西里 扫了一波小兵来了 两边中单也是在河道缠斗 没有 李桑卓不想让佳廖轮够大过去 是的 这波李桑卓是 先手大招回身勾到 但是在剑阵里 规避了很多伤害 哇 这一波一闪夺掉 漂亮 NLC大招反手开了过来 卢仙教住了自己的双招 没有死 甚至位置还落下来了 但是后期的攻击还可以继续打 为了再收掉一个人头 这一波的残局 艾菲卡打的还是更精彩一点 Sneaky Sneaky 在一打三 有没有机会 有闪现有机会秀的 有闪现 哇漂亮 这一波应该是有了 这个灯笼 下路扬来 下路没有死 灯笼就下来了 这一波减速到了 小伙伴 一个大人头 不停胜光的 哇 BUFF 上半区 King这个血量有点危险 又来了 但是躲开了羊 孟严在附近呢 有大招 孟严来了 团长直接落大招 有金深 这个秒秒可以 还有闪的 哇 要秀了 还差一下 这个统尊 漂亮 一打二 完成反杀 Liquaris这个闪现 为啥不消呢 其实刚刚我看见那个金深 包括那个奥恩的状态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波要反杀了 要出事了 要继续抓一波 但是还是有闪的 而且这位置孟严的血量很不好 孟严没有大招很难近身 有盾 可以 逼闪 橘子 哇 漂亮 这一波闪掉 好稳 但是孟严如果开了大的团战 他是支援不了 只要开 撞起来 先秒一个 船长被秒了 但是打出了成多的伤害 不过九头也靠不住了 是给到了大招 LC没有死 旁边一个Q没有 Q到人 Sneaky一波生降细里面 库主打着残血 这两个人还要追 这波大招有点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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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头把这个火龙弄下来 可以回头大火龙 勾到点灯笼给护盾 奥恩这波是回这一杯刷蛋 CK在侧面跟坤主打掉 哇有进化 CK要秀了 但是Jensen来了 Jensen送了 哇这一波 这一波 不要把对方面 把对面 信得那个利桑主 直接给秀 说实话 C9这一波的追击啊 有点有点想当然了 回头打龙不就完了 这第一波打赢了 这个回头直接打火龙就赢了 直接打火龙就赢了 就赢了 领先一级 哇这一波不太敢打了 不敢打了 要接盘 有TP 这个位置 孟严的走位有点奇怪 他是没有闪现的 第二 嘲讽没给到 就先到了 他正面好像溃败了 而且孟严 这个走位真的太奇怪了 他把自己送进去了 但是他龙 一直没有打掉了 拿命换了这个火龙 真的是拿命在那等着的 看一下打火龙 奥恩回家之后有TP有大招 利桑卓也是有大招的 两个人要进去骚扰的 要靠 Jensen和Liquaris拯救世界了 打的并不慢了 而且现在最恐怖的是没有视野 奥恩直接大招开视野 杨兰 利桑卓进场 手艺很不错 被炸开 利桑卓火箭要带加量 给大招 这个龙 这个龙 9头死了 龙被阿兰抢了 怎么回事 怎么抢到了 9头没了 全是残血 但是这三个残血 应该是可以的 怎么回事 我看9头一死 就感觉C球要拿下这条大龙 艾菲卡努力了全盘的运营 在21分钟又崩了 怎么回事 而且这一波还要给视野给孟严大 飞过来 宽门也没了 没了 还有大龙八富可以推进 而且龙西安中路带来的塔 又是同样的节奏 21分钟 又是跟上局一样 艾菲卡在中西稍稍稳稳住的情况下 迷失崩盘 两个单人线的选手 精彩的龙坑操作 击飞三人 然后丽藤卓再次进去火箭腰带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先杀九头 而且这个龙 看下是怎么回事 这个龙被场场大招一直在打 被场场大招打 190 16 9A 9A 这是没有选择 A大龙你知道吗 这是一季下勾拳 这是一季很有天赋的下勾拳 Likores 这一季平A 价值千金 哇 真的没有想到 如果给他选 他愿意用漏一年的炮车 来补这一刀 他可以一直上路被King打崩 是的 但是在重要的时刻他站了出来 哪怕我一年炮车都补不到 没关系 我补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怪 看李藤卓的位置被勾了 李藤卓你不敢上啊 这个大招丢的什么意思 想秒 太难了 有一个灯笼 Keya Keya被捏出了 生肖洗礼 没有死 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但是中路二坦肯定没了 而且他们开始抱起团来 F盖这个阵容 直接就开了 这一波堆起来四个人 但是后续的伤害够不够 在进场 掉下了九头 脚头被秒了 但是后面的残局 狂门伤害也非常高 卢先在侧面 凤狂叔叔真的叫谁 也堵到了一个嘲讽 拼上去定住四个人 春哥打了 春哥打出来 这次也倒了 但是Keya的AOE很高 Sneaky这边没伤害了 没伤害了 得跑了得跑了 最后一键 收掉Sneaky 还是没打过 这一波春哥的团战 C9一定要做分割成两拨打 你知道吗 对要拉打 不能拼一拨的人 对 如果能抓到人的话 能白打 还叫大龙 这位这边开先手 C9反手开团 船长被打残了 O3飞谁 O3飞进去 飞的是Karmel 给大仗 飞的是九头 九头直接被秒了 Keya的一个拖子没炸到人 这一波C9感觉要打赢了 要打赢了 差一下这个金身 什么意思 还没杀死 哇 这一波 这个金身不放的话 应该就可以杀掉 这金身不放死了 但是回头大龙应该有了 这波可以打大龙的 他可以继续打的 想复制C9表开这波的奇迹 要出来打掉 这个眼位很重要 过来 桶子连到Sneaky了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打 家里奥这边朝梦朝到了一个前排 立场中这个位置打得很残 夸门的位置非常的好 疯狂输出 孟严的春哥先被打出来 冰爪这边交过去没有 这样第二段 Sneaky一场就再打一场 打出自己的强攻 侧面的Swiss carry 血量已经非常低了 这一波C9没拿好 但是Keya的桶子被第一时间点掉 没能炸出来 真的要早点出来打的 看到人一线嘴出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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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一波奥恩是刚才没有打招的 EFRK开龙了 我感觉EFRK这波 他们敢开吗 我觉得不敢开 我觉得敢开啊 直接开吗 他们打龙的速度很快 打得很快 这一波从今下回来 NOC还有大招 这一波看下怎么打 一闪真正的冰爪交出来了 交出来了 这个水银鞋至关重要 这一波守住了 有没有杨兰想不想打 还是放空 拉开了拉开了 然后C9再次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 但是斯文斯看转到这边 要开了要开了 右眼看同样的位置 飞的是谁 团长要被秒了 团长被秒了 团长被秒了 但是正面勾到了 利桑出利桑出利桑给自己大招 后面的大招也组合得不错 先秒 利桑出利桑 先秒加利奥 加利奥也死了 正面是一波五大三 奥恩交闪回来 这个位置C9准备破中路高地 可以破中路 可以看一下 双方再次在中路集合 团战一触即发 来了 还继续被勾到了 开的是真实 开的是真实 开得很不错 没有一打的好处 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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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C9 Let's go C9 Let's go C9 我们第一次 在全球总决赛的四强阶段开始 没有韩国的队伍 对 而且在这个场馆 在那个OMG3比0拿进的场馆 C9再一次做到了3比0LCK的队伍 我们恭喜C9 恭喜C9 而且他们最后这一波开团的目标 选择的太正确了 太 就开对方最容易杀的人 真的太帅了 这场比赛 C9 而且这轮系列赛必须要给Sneaky点个赞 我们从来没有在看到小组赛的时候 有想过有一天Sneaky 会成为这个赛场上的主角 因为他小组赛表现真的不太好 应该说这就是一个 我们值得去尊敬他们的队伍吧 C9 从入围赛到小组赛再到八强 他们3比0 战胜了LCK的二号种子 宣告了LCS 不光还有EU 还有NA 至此两支入围赛的队伍已经杀出仇为了 那还有我们的入围赛队伍 EDG将会在下面的比赛里面对阵 来自LCSEU的头号种子 Fanatic 哇 C9 属于蓝色的神话终于在今天成功上演了 这么多年 北美的观众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四强里有北美的队伍了 对 但是C9终于带着来自NA的荣耀 闯进了S8的四强 反观Africa对于他们来讲 今天的压力也是无比巨大的 作为最后一支赛区的荣光 他们没能够坚守住属于自己赛区的四强席位 真的太精彩了 哇 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 现在NA那边的观众应该已经 刚才那个观众感觉哭了 对对对 就我从北美来韩国看北美的队伍 本来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件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因为北美的队伍总会在第二周回家 但今天他的队伍 为他为整个北美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比赛 而且 看得出来 Africa现在也是个大赛软脚侠 就在 不太行 中级赛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感觉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接下来EDG就会 如果说EDG能战胜FN又会面对C9 这两支队伍都是曾经在世界赛淘汰的C9 别难好吧 刚才你不是说Africa很强吗 Africa现在是如果加过 我是说今天EDG 我前面一上来就说了 EDG如果今天 四分之淘汰赛围的一个3比0 如果是FN战胜战胜了EDG的话 应该是半决赛C9打FN 就欧美 欧美 爆炸输出 一波团战打了四五圈输出吧 这一场的话MP送给了今天这个没有失误的召唤阳神 这个参战率77.8% 上海战比占到15% 乘上战比占到21.8% 恭喜C9获得了比赛胜利 让我们的赛后采访嘉宾和所有的召唤师们先打个招呼 好的 这也是NA赛区 今年以来目前取得最好的一个成绩 杀入四枪 首先恭喜他们获得比赛胜利 想问一下Likrich 他们是如何做到今天3比0战胜了最后一支LCK的队伍的 所以你们不只是结束了LCK 你们结束了3比0战胜利 你怎么办呢 我认为今天我的团队做得非常好 今天 Keen很棒 所以 我不知道 我个人没有比赛胜利 但我的团队都没有比赛胜利 所以我们取得3比0战胜利 他觉得他的队友打得非常棒 他觉得对面上男Keen还是很强的选手 他觉得他打得不是特别好 但他队友都打得太疯狂了 那既然提到了Keen 可以看到Keen今天逃出了维克多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其实就是整个的线上比较压制 现在当前比较火热的这个战士版本的手短的一些英雄 他是如何做到线上今天战胜了Keen呢 所以说到Keen 他打出了维克多特兰 这可以帮助到每个战士兰利 所以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对Keen 我真的没有 真的 维克多特兰是什么 我认识到比赛 在赛选择 我们最初选择 我们认识是可能会上去特兰 但 其实他说他有想到过 维克多可能会走上路 所以当他们选出维克多的英雄的时候 他就大概有猜到 然后他觉得其实他也没有真正的战胜Keen 但是他觉得就是 他也就是还不错 就Keen打得真的非常好 今天关键的一个在大龙那个区域的时候 当时他是怎么做到 配合着自己两个 加上自己是两个队友 战胜了对面 并且抢到那条大龙的呢 Let's talk about the crazy baron steal during the game 3 It was 2v5 at the baron pit How did you guys What's the communication going on? Me and Jensen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Whether we wanted to steal it And we figured that Since our alts are so good in the baron pit That we should try And then we went in focus their jungler And then went for the 50-50 And we got it 他们当时沟通就是在决定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偷这个龙 然后他们觉得 他们这两个英雄的大招 都特别在偷龙的时候 特别好用 所以他们就决定 先去杀掉对面的九筒打野 然后再尝试一个 5-5开的这么一个抢龙 从入维赛一路杀入到现在 那么他觉得 对舞一步一步前进的一个动力是什么 So you guys started from playing And now making to semi-finals What kept... What's the motivation behind everything? What kept you guys going on? Um... The motivation I don't know I mean we're just here We want to win And we've come this far So we're going to try to win it all now 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动力 他们只是一直在想赢下这次比赛 但他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四强了 他们现在想赢下所有 好的 再次恭喜C9获得了比赛 胜利 感谢Licorice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让我们期待下一场对决 Thank you